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a 今天我們開箱有兩樣東西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 Hot Hots送給會員的聖誕禮物 它就是... 登登! 就是這個東西 它也挺可愛的 它是格洛古 就是遊達寶寶 還有一個雪人的擺設 也挺搞笑的 它是一個雪球的樣子 很可愛的 其實沙窩我不是太... 我沒有怎麼看的 因為始終比較有一個古代的作品 不過這一隻就經常都會看到 身邊很多女生的朋友都喜歡這一隻 因為覺得它很可愛 下面就有它的名字 上面這個地圖 它是有些雪花在這裡 雪花是一些貼紙 它有樣子像黃黃雪餅 我想我應該會放... 即是合上蓋子 因為雪人是一個... 無湧的質地 看見到它上面是很濃烈的 這個和這個雪球 都是同樣的絨毛質地 我不想它鋪塗 所以... 我想應該都會... 合上那個透明蓋子 那這個呢就是... Hot Toys送給會員的一份聖誕禮物 這個真是... 即是... 放在一輛車裡 OK 第二隻開箱的就是DC裡面的東西 我們上次DC是正義聯盟的超人 他在這裡 這次我們拍的正義聯盟裡面的人呢 就是... 新建福盒 它是MMS的455 那它也是... 都挺極端的 其實這一隻的蝙蝠盒 是一半人喜歡... 在說這個演員 但一半人喜歡一半人不喜歡 喜歡的就覺得它好像... 圓著的蝙蝠盒 身形 那我不喜歡呢就是... 它... 大舊的就是... 整個巨毛霸 那樣... 我自己就喜歡... 嗯... 對上一個演員多一點 因為始終... 他... 我覺得這個衣服真是神作 上次就介紹過了 它是每一行呢 分別是有正義聯盟的... 那個... 人物的一個... symbol在這裡 那這次蝙蝠盒呢 它就應用在那個... 字那裡 那裡是有一個... 蝙蝠... 比較肥蝙蝠的logo在這裡 我覺得蝙蝠盒呢 它是無論是這隻也好 這個我上次那隻也好 它裡面的件也是超級多 它是擠滿了 我還在這裡冷靜 覺得... 拆出來的時候 心想它一定是有兩層 誰知道它是單層 單層但有很多東西 它呢... 皮膚盒呢... 它跟之前雷神的做法一樣 它都是個個... 在後面的 那我想應該是... 所有... 有... 豆棚那些... 嗯... Hot Toys的figure 它都已經是預設了 會將... 嘩嘩 會將個泡放在後面 因為到了 怕弄醜 首先就有這個地台 地台就不特別說了 其實跟上次的Superman哥一樣 它下面呢... 在蝙蝠盒的這個牌 它是有一點點花花的 喂...神窩呢... 它呢... 真的超大隻 但是... 都是超人大隻一點 超人呢... 是... 它好像連所有骨頭都向發展 這樣... 這隻蝙蝠盒呢... 其實... 拿出來之後 它整個造型呢... 我都蠻喜歡的 我們現在這樣近鏡看一看 它整身呢... 雖然它是黑色啦... 但是呢... 它很多不同的質感 而且它那個... 質地其實是做得十分之好的 那我剛才拿它上身的時候呢... 我已經按了一下它胸口的位置啦... 是淡起的 它整身的肌肉呢... 都是超級舒服 看到這裡的 超級軟 那我最喜歡呢... 是它後面的泡 我不敢... 我不能夠100%確定的 這樣說它是什麼質地啦... 但是摸上去呢... 它是... 好像有一點點... 嗯... 它是綠在表面上的... 那而且它的毛呢... 你是看到它有些... 好像有些... 爆皮的那些... 嗯... 視覺效果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是... 挺不錯的 它整個做出來的樣子 那它只有... 外面才是這樣的而已 那裡面呢... 就是另一塊的布質來的 它的布質很漂亮啦... 是可以有這麼大塊的 當然... 都是沒有這個幹線在裡面 那... 不要緊啦... 我已經寒寒紅塵了 又是更好啦... 沒有的... 它的頭條呢... 你看到它的... 頭套呢... 是去到這裡的 那這個位置開始呢... 是可以這樣... 摸出來啦... 那它拿出來和放進去呢... 是... 十分之... user friendly 既然看開它的頭了... 看看它面上... 我記得這個演員阿Ben呢... 他臉是有兩粒粒的 而它這個頭條呢... 都做了粒粒的 比較十分之好 粒粒呢... 是在... 這裡... 它是... 真的有粒粒在這裡的... 所以它的樣子呢... 維然度是極高 其實... 就是... 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的臉是... 都遮了我三分之二啦... 只有這部分露出來... 如果連這部分也不像的話呢... 真的玩完了... 這隻都... 那它的身呢... 我剛才... 其實呢... 它的膠的時候呢... 有點... 因為它這個位呢... 是會刮到的... 它的身呢... 它基本上都是同一個質地來的... 它的身和褲呢... 它都是... 嘩... 它的頭趕完後... 馬上刮到... 它的痛的程度呢... 好像用一些大球針... 在手上挑了一下... 它馬上刮到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很厲害... 它後面那些... 那些... 就是攻擊武器... 它的身後呢... 其實是... 有一個... 很暗地裡的... 一個肥蝙蝠的... 在這裡的... 那它這個肥蝙蝠呢... 是... 比起這套衣服的... 黑色是... 是... 是... 它那個... 就不像... 我上次... 真的生寶曲的蝙蝠盒那樣... 它是有個... 蝙蝠的logo啦... 那它這個就沒有的... 那它的腰帶呢... 都有一連串的... 那些... 袋子在這裡... 有金腰帶在這裡... 後面就是沒有的... 就是腰帶啦... 那它這裡刻意做了一條拉鍊... 我想說... 它背部呢... 它這些位置呢... 都是... 超級... 有手感的... 全部都是... 是脚... 對腳是真的... 眼睛的... 看看這隻貼蝙蝠的配件... 那首先呢... 會跟著一個... 真日蝙蝙的頭雕啦... 那這樣呢...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臉... 是真的做了兩粒密... 它這個頭雕呢... 都... 算... 做得... 不錯的... 其實真的很好笑啊... 這個... 尤其是在旁邊呢... 它的樣子是... 還原到是很高的... 即是跟這個演員是100%相似的... 其他呢... 都會相差一點點... 但是它... 我覺得它真的做得... 算是差不多... 然後有兩個... 是比蝙蝠合換的... 眼睛... 那這個呢... 上次黑豹的那個... 基本上是100%... 不知道擺不擺到... 做賊... 它在一邊呢... 對眼睛是看左... 另一邊是看右的... 那它這個呢... 是看前的... 那就是有三個... 向左向前... 和向右的... 可換的眼睛... 它有兩個... 給你換的... 嘴... 它本身這個呢... 是合起來的... 然後有一個呢... 是微微張開口的... 那最後的口型呢... 就是... 這個咬牙切切的... 所以你是可以... 配搭到很多個... 不同的... 面部表情給它... 然後... 就輪到... 它的可換手... 或者這樣說呢... 其實... 如果是可以... 配搭到... 是... 一坨坨的手... 是有三款的... 第一款就是... 緊壓拳頭... 第二款呢... 就是... 一個放鬆狀態的手... 第三款呢... 它就是... 類似... 一個... 握槍的... 手型的手... 來的... 最後... 可換的右手... 分別是這兩個... 手型... 它們都好像是... 緊壓著東西... 是讓你把... 配件放下去的... 武器呢... 它也是有一大楼... 永遠呢... 都是... 蝙蝠盒和... 蜘蛛盒呢... 的武器是... 最多啦... 或者手型是最多啦... 那這個... 我也十分之... 理解的... 有這把... 的... 勾索槍啦... 本來我以為呢... 就是它有一些... 去拍人的槍... 但是... 蝙蝠盒是... 一個... 善良的英雄人物啦... 那它是不會用這些的... 那這把應該可以算是... 善良之槍... 因為它是不會射人的... 它的手頂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它的頂子是模仿著木材啦... 那它上面也是有一點點... 木紋在的... 兩邊都有啦... 那這個手頂是... 做得不錯啦... 是不是可以那塊... 降索啦... 像一條筆心一樣... 它是打直的... 這支降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多邊形的降索... 然後它呢... 它是會配有三個箭口... 頭兩個... 我覺得它的樣子是一樣的... 那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 就是好像飛進去建築屋... 吃著牆場呢... 那些樣子就是這樣... 三隻... 蝙蝠的... 飛鏢...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 支架... 那這個呢... 是... 伸進去... 它的頭刀裡面呢... 去換它的眼睛... 耶... 最後呢... 還有一把呢... 是天啟魔用的槍... 上面的造工其實都... 都... 很多細節看的... 就是它這一把呢... 它由... 由手頂到窗頭呢... 它都很多... 紋理啦... 其實我第一下看呢... 覺得它像是... 異形啊... 還有... 鐵血戰樹... 很像裡面會看到的東西... 都幾大巴... 衝... 這隻蝙蝠盒搞不定... 我想說它是... 壞了... 我是... 剛才打算轉姿勢... 但是發現呢... 這隻手是... 拿不回來啦... 我剛才兩隻... 故意這樣平派啦... 一起去摸個關節位啦... 但是那個關節位呢... 兩個都是一樣... 它也沒有涉著任何的布... 但是不知為什麼它是... 它是... 鍵著了... 拿不回來啦... 有沒有師兄可以知道... 可以怎樣幫忙啊... 我連後面的皮... 已經是爆了... 在這邊呢... 是完好無缺的... 但是這裡已經是... 抹到這樣啦... 上面也是... 就是... 前面呢... 這些位置全部已經... 是... 唉...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是... 我也頗肯定... 拿不回來上去做... 因為都... 真的很久... 一...一...九年... 真的要出... 然後現在22年... 年尾了... 才去... 然後這隻蝙蝠盒... 永世都是這樣開了手...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搞... 我不敢拉好拉鍊... 我又怕... 拉鍊拉不回來上去... 而且... 最重要是... 這個位置... 皮... 已經... 被我扭爆了... 我已經... 都沒什麼心機去... 去做它... 好像是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明明沒事的... 然後整整一下... 它就... 拿不回來啦... 唉... 本來我也想說... 這隻蝙蝠盒都... 不差的... 有些位置... 剛才拍照打燈呢... 它的衣服... 都不是純黑的... 它是灰藍... 甜藍... 有些是... 第一代... 很久以前的... 皮膚的衣服... 那件衣服... 這樣... 本來對它好評都... 挺多的... 然後... 搞搞搞搞... 無故... 弄彈... 這樣的東西... 第一次有Hot toys的玩具... 是... 搞到這樣... 我都不知道... 麻煩你在下面留言告訴你... 我都知道可以怎樣修理這隻玩具...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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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